廣義大現場我們直接邀請到立委王洪威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陳友早安 大家早安 所以我們來看到藍白河原本前天在談這個黃金會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一片祥和 好像就覺得大家彼此間都釋出善意 結果昨天一夕之間風雲變色了 柯文哲就覺得藍營好像完全沒有心想要合作嘛 那可是金母聰這邊也是強硬回擊啊 就覺得你柯文哲不要說翻臉就翻臉 所以怎麼黃金會之後走到這個地步 藍白真的還能合嗎 確實 因為藍白合是我們很多基層民眾 大家共同的期待 那麼好不容易 那麼星期六走上了就是兩邊的人馬 願意坐下來會談 那大家都覺得說這樣的善意是足夠的 那不過短短的不到24小時呢 看起來好像雙方對於對方所提出來的條件 沒有辦法接受 現在看起來又進入了一個僵局的幾局面 但是會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還是會應該要釋出一定的善意 因為現在其實最大的癥結點 也就是藍白對於如何產出一個最強的在野候選人的方式談不攏 民眾黨主張民調 那當然這個民調部分看起來是對柯文哲有利 國民黨主張的是要民主初選 那這當然是展現出國民黨自己的動員實力 所以這看起來彼此之間如果光是連這個該如何談的話 好像都談不攏 也是看起來是以彼此政黨利益為出發 那這樣子似乎也很難再談下去了 先可以看到雙方所提出來的條件 大家可能會解讀為 好像都是有利於你自己自身的候選人 那我是覺得本來所謂的這個談判談這個合作的方式跟條件 本來就是談出來的 那其實在過去國民黨也有很多的初選 初選機制 那麼我們部分是用全民調 部分也有就加入所謂的黨員初選 那這次就是國民黨提出來的一個民主初選 事實上也是回應 就是過去長期以來包含柯文哲柯市長自己也曾經質疑過 民調有沒有可能是假民調 這個像當時的宋楚瑜宋主席也有提到 民調會作假啦 或者是過去還說會不會用被買的會被操縱的 那就說如果去除掉民調一些可能被干擾的因素 那是不是可以採取一個所謂的民主初選的一個制度 作為相輔相成呢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大家各提出一些說法 那現在也可以看到其實在外界來評價的話 外界也沒有完全的去否定任何一方 他所提出來 大家也都覺得說 這個確實是可以談 雖然民主初選過去在台灣過去比較少看到 但是如果歐美國家行之多年 那這也代表說他一定也有他能夠表現民意的優點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這個立刻的就把他全盤的否定 那麼時間雖然很緊迫 但是如果大家是用一個比較誠意來為做出發點 善意做出發點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看一看怎麼樣互相採取一個折衷的方式 讓藍白河能夠繼續的走下去 那委員會覺得說這種折衷的方式是怎麼樣子嗎 因為如果既然雙方也都沒有否定說 哎呦你這個民調不行 哎呦你這個民主初選不行 那折衷方案會是什麼 這當然是我個人提出 我今天看到那個李德威委員也有跟我這個 我們不能講英雄所見略同 我之前沒有跟他去交換過 我倒沒有跟他交換過意見 但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如果雙方都有提出自己的辦法 那能不能折衷一下妥協一下 就是或者是說民調和民主初選一半一半 那這樣的話 那麼也兼顧了雙方的一個需求 另外呢 其實我們都沒有完全去否定這兩種方式 可以去產生一個比較適當的 一個正副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這就看比例的話 是不是能夠走到談比例這個部分 大家也都非常的關注 不過昨天吳子佳也特別提到 柯文哲這一番的言論看起來是故意的 就是要逼出跟朱立倫談的管道 那當然也有人認為是不是 既然幕僚之間談的都已經有一點火藥味了 是不是說主帥乾脆直接侯友宜 柯文哲面對面來談 我覺得可能要在幕僚之間有一定的 我想應該不會是共識 共識的話就很好談下去 至少雙方要有一定的意見交換 因為也很怕說如果雙方都各持幾件 那即便是主席對主席或者候選人對候選人 到時候一翻兩瞪眼 哇 那個都沒有轉換一地 那可能就是提前說這個game over 那所以這也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的時間非常的有限 恐怕雙方都要用最大的誠意跟最大的包容性來做 那至少我覺得有一個原則 千萬不要我們原來希望的藍白和最後變成藍白不和 或藍白互相放話 或者甚至大家有一些情緒性的字眼的時候 那反而讓民進黨有可證之機 可以見風插針 這個是最不好的事情 就變得更躺著選了 對對 沒有錯 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委員的寶貴許 今天謝謝委員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的藍白和的整個談判的過程之後 怎麼現在轉變成好像藍白之間 互相鬥來鬥去了呢 那這個真的是選民之福嗎 因為大家都在看 這一次的藍白和 當然是要以人民的利益為優先 大家都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那如果走到這一步的話 到底藍白雙方之間不再惡言相上的話 是不是真的能夠冷靜下來好好的談 有沒有折衷方案 然後呢 能夠讓這一起藍白和大家的一片美意 能夠繼續談下去 也就是我們這一節的過會最新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考慮精湯 好